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先生对这一周时事热点的观察和分析 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 如果我们一周一次的节目让你意犹未尽的话 请来关注杨先生的自己的油管频道 老杨到处说每天更新时事分析随时随利 而且有时候杨先生还会开通直播 然后和大家一起来进行网上的互动 那么今天是我们的锦临周点评的第29期节目 首先来欢迎杨锦临先生 杨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然后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这件事情刚才杨先生提到了 就是导演赵婷 他的这个电影是获得了金球奖 他是最佳导演 而且这个应该是 中国的电影史上应该是比较少有的 而且一开始有很多的人都在为他欢呼 但是现在他的电影像无一之地 现在已经被撤党了 直接撤党了 是为什么呢 说是有人觉得他之前的一些言论 他有涉华的这个情况 就是辱华的 涉嫌辱华的情况 是因为什么呢 在13年的时候呢 他曾经接受过一个采访 说呢 要追溯我 追溯回我成长时期的中国 当时到处都是谎言 很多接收到的资讯都不是正确的 就因为这句话 基本上是因为这句话 认为他有辱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先来问杨先生 您觉得他这个言论是有辱华的成分吗 像赵婷有这种想法的人 一定很多 在一个15岁就离开中国到英国最留学的女孩 他就是在初中小学的时候 在应该是在北京上学 他接受的信息肯定是不完成 我们不排除有一些就是谎言 我不能说说到处都是谎言 他到了一个自由世界 他表达自己的人生成长过程 这怎么叫辱华呢 对 我也是不太理解 这个呢 太太太 我认为这不可失忆 但是呢 这跟中国现在的极速的往回走 向左转 这个社会的大气场 大氛围是相关的 第二跟网络上的民粹主义 所谓的民族主义 这样的言论 这个语言的暴力的东西 是相关的 所以赵婷被人家搜寻出来 是13年那个 有人是有备而来的 谁他妈有心 什么病不管他 总之有人有心人就这样去想 是吧 而且呢 我相信 谁敢说中国大陆的宣传没有谎言 谁敢说少庭讲的这些话 海外的华人朋友 不会有共鸣 如果这样的话都叫辱华 那么要打击的人有多少 要被封杀的人有多少 这是不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应该有的心态 这是不是叫平时世界 这样的十何事即便是在中国这边早晚也会失去十何事和海外华人和国际社会的人 这不是个很健康的中国必须要出现的一个治安 所以有人说这是玻璃心 我认为玻璃心的表面 玻璃心只是一个极度自卑 导致极度狂荡的一种表现 我讲谎言多是客观现实 第三对这样的言论平常心是值 你要让这种言论少 就说明你要尽量少谎言 尽量客观尽量报道真实 尽量让你的外宣内宣有说服力有公信力 远远谈不上鲁华 如果鲁华的话老杨的节目早就鲁华不恩变 为什么就不能让人家批评呢 为什么不能够表达这种真实的想法呢 也许这个深思想法是不对的 不对可以纠正 你可做得更好 所以我想这个不是一点都不奇怪 在今天中国这种往回走向左转 赵婷只是个不幸的被人家当成来这个挑起来骂了 所以我本来比喻是一个政治上的刚事质 直到现在核酸检测 现在大陆不从嘴巴从鼻子从肛门 这是政治上的刚事质 侮辱性太强 欺骗性太小 侮辱性太强 我认为我极度的反对这样的一种表达 这些表达是有官方鼓励的 对 不是个人举报是大量的投诉 广电总局立刻调查 然后还没有调查清楚 先把人家电影搞下架 然后开始这大批判 对 这哪里是个大 当然 安东尼奥尼拍了一部意大利拍了一部真实的中国也被封了 但是我们过了几十年看来那是非常真实可亲的 我们的中国 实事求是的一定要搞那些摆拍啊搞那些东西才叫做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想想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今天中国就是这个思路 对主持人 是的 这个我们也有这个网友啊在这个 评论区说啊他说我觉得他过去说什么不重要把好几年前的话翻出来折腾这个特别糟糕 然后呢还有网友说啊这个没得奖就没事 一得奖可能就会背啊省略号 还有一位网友说啊要这么搞下去啊前几年的风向就是这样都翻出来折腾人人自危 啊这个而且这个呃其他网友还有也有网友说啊国内的这个假的消息的确是还是挺多的啊就像杨先生说就不能说所有但是肯定是会有啊然后呃当然了这个网友还提醒了他说他好像还说了一句关于国籍的话啊就说他说他好像是美国人就是呃现在目前他是不是持有中国护照现在我们不知道啊但这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这个有人有人给他说他是还是中国籍是拿绿卡有人说他他自己说他是美国人 认同他自己说他美国人对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他入籍就要忠于美国 这有什么呢今天在美国五百五十万的华人对有像赵婷这样的出类拔罪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某个领域有成就更多的人是只是为了安身立面嗯对没错还在努力的活着 前不久我看到这个公信号的公众号就讲一个福建的这个敏青的一个19岁也是80后的女孩 花了多少钱辗转大半个地球然后呢走进从墨西哥 越境在美国辛辛苦苦工作了17年终于买了房子两个孩子成长了那终于可以呢孝敬父母 更多的华人可能是这样子在过自己的日子 没错没错 他们对祖国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怨气 他们甚至可能会有很多不喜欢和表达比较强烈意见的声音 如果都一棍子打死 你这个祖国还有海外华人吗 华侨是革命之母那是当年孙中山说的 任何一个年代的华侨华人对他曾经的祖国某国是无私的 充满爱的这样的一种奉献 如今难道你强大了难道牛逼了 难道你现在时刻是在你那边 你就可以对海外的华人采取这样种轻慢的态度吗 文革的时候可能有这种态度 极左的年代中呢 为什么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还出现这样的倒退呢 这就是中国政府政治的不正常 这就是对海外所有华人的一次羞辱 另外一种鲁华 这是很不应该有的现象 但是现在好像变成大家 熟视无本 我认为这就是不正常 也不应该 不鼓励他继续的存在 必须大声疾呼 为赵婷说公道话 我做了三期节目 专门谈这个问题 是 这个支持杨先生 其实杨先生我跟你讲就是 其实在身在国外的朋友 就是华人 他其实有一句话叫做 你出了国之后你会更加的爱国 就是哪怕是说你已经入了集 但是其实你对于母国的这种感情还是还是存在的 但是我就是我也是非常的不懂 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会认为我们的华人 在反对国家 在反对祖国 在在在国外 就是所说所做的话 就一定是在批评 就我真的是不太理解 傲慢 极左 诸外人员如果带这种心态来看海外华人 就会犯大错误 什么时候这么看呢 看 清朝 我就讲一个历史故事 南方共和国 客家人罗兰方 在北加里曼丹 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延续了165年 每一年都要求 给祖国 给当时的清朝 乾隆康熙 康熙乾隆 纳共 我变成你的附属国 天朝 不屑一顾 拒之门外 最终被荷兰东印度公司给灭了 这个故事太多了 只有腐败的清朝政府才有这种虚妄的样子 这个共和国70多岁了 这个党100多岁了 按理说改革开放 心态都很不一样 我不希望这就是一个趋势 我不希望它是一个通力 我希望它是个个案 好的开始要有个好的收尾 这是伤了海外华人的心 是 你看今天那对台湾对香港 那种态度 就显现心态已经有些不一样 这不是中国共产党历来的 统战政策 的立场 所以我一直很怀念 早期的 共产党的领导人 就廖成志讲 马马虎虎的爱国主义 你不能要求海外的华人 不管是从哪里去的华人 都要爱国爱党 我们相信像澳门 他的那些政协委员 乐乐言光说爱党 听党的话 爱党心 这个跟国内是一模一样的 香港你现在找这样立法源 他没有什么勇气这么说 可能有人敢说 不敢敢敢说 但是你不能用这种东西 去要求海外的华人 几千万的华人都要这样子 错了 对 是的 都是错的 我认为这是个极左的东西 而且是非常令人不安的极左的东西 它会很容易被蔓延 什么时候伤透海外华人那些 文革十年和之前 包括今天开始 对国内人那套东西的决定 你这样的心态 你怎么平视世界 你那海外的华人 你都不会平视 你怎么有资格去平视这个世界 确实是 这个也有网友说 可能主要是因为现在 中美大环境不是很好 这我觉得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像刚才 中美关系再怎么不好 也不能殃及此余 中美关系不好 跟海外华人没关系 跟美国华人没关系 不是他们鼓刀出来的 这里面自己搞半外交半不好 你怎么怪到那里去呢 是不是 所谓讲这没道理 没道理 官僚一群官僚 意识形态极左僵化 才会出现这样一个混乱 你看那个胡锡进 好像貌似着做公道话 出来混总是要还 这个话你怎么可以 对赵婷这样讲这个话 他混什么混 他混什么混 你说赵婷他混什么混 你又拍过电影《龙逸》吗 对啊 要找资金 在海外作业很辛苦的 他有成就应该替他高兴 对啊 就是不懂 你拿不到嘛 亚洲其他国家的艺术工作店 都为他高兴 一般的网友为他高兴 干嘛 中国大陆 怎么成全这样的东西 对 毁一所思 没错 嗯 非常的这个 其实我对这件事情 也是觉得毁一所思 这猴子的脸说变就变 怎么可以这样 消气消气 你看这就是我们现在 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个 所以我非常珍惜 跟杨先生的这样的一个 每周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节目 能够真正的说出来一些 这个可能在我们很多网友 听起来不太顺耳的话 但是它可能就是事实的存在 我觉得大家就说 在这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会一样东西 就是 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 看节目 或者是看这个 包括评论节目 包括这个 一些这个新闻 都希望看到的是 我知道 我想听 我的感觉 但是其实有时候 听一听 跟你不同的意见 听一听 这个不同的声音 其实对我们来说 都是很大的注意 我希望我们也可以 这个为大家提供这些资讯 帮助大家做一些思考 今天感谢杨先生 这个半点 我再补充几句 第一 在这种极左思潮 和思维之下的 每个人都是照顶 第二 这个表现出来 不是自卑感 而是过度自大 第三 如果你没有办法 用文明的规划 自己去说服别人 而动辄用粗暴 简单的方式处理 类似造成的事 还会继续发生 好 谢谢主持人 是 没错 这个杨先生 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 怎么讲 劝告 还是这个警示 不好说 但是我觉得听到 不同的人的 这个耳朵里 可能有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希望我们能够传递 给大家一些 不一样的思考 不一样的声音 然后帮助大家去做 更准确的一个判断 今天感谢杨先生 跟我们的分析 谢谢您 谢谢大家 也谢谢我们 所有在线的网友 非常感谢你们的评论 因为我也从你们的身上 看到了你们 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 跟我们虽然有些 有可能有时候不一样 但是呢 也是表达了 你们的这个想法 我觉得 我们的平台 希望做的就是 这样的一个事情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锦灵周点评 我们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